這次黑回落在江軒軒之間 交友想要你稱呼你 依依 你什麼星座呢 天秤 那你目前什麼職業 風浮員 我們想問你上一段感情是因為什麼原因所以結束 上一段感情喔 因為個性不適合 那你在之前有遇過渣男的經驗嗎 可是因為我不太會覺得說他做怎麼樣很渣 可是如果說要以現代人定論的話 應該我的男朋友都蠻渣的 蠻渣的 如果以現代人的標準去定義我的前男友們的話 好像很多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件 可能我們會覺得很渣的事情 那講久遠一點好了 就譬如說他的同學會跟他講說 反正你長得那麼帥 然後我們這種的可能去夜店 然後都不缺女生倒貼了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交女朋友 對然後就 所以他的朋友都是渣男 對然後就像他譬如說 因為他有一次在我的家 然後就也不是他登了東西 就是譬如說以前好像是即時通吧 那種的 對 18歲 18歲的時候 對18歲的時候 然後他就登那個 然後忘記登出 然後我就看到 就有女生說什麼 他不知道是他問你這樣 還是女生問他 就說你給我打幾分這樣 然後他就說 我男朋友就給他一個分數 然後他就說 是因為我去過你家 然後跟你走 然後我就傻眼 對 可是你感覺個性很溫馴 你會 我其實沒有很溫馴 我滿火爆的 那你知道當下 你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我就當作沒看到關掉 對啊 因為 雖然是他的東西 他登入沒有錯 可是我偷窺別人的東西 也是我的不對 哇你的真的很好 我是講理的啦 我是講理的 所以當下我也沒有特別跟他講說 我看到還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就是 那次之後我有比較注意 就自己心裡有一個底這樣 對 了解 那有沒有一句話 想要對渣男說 渣男喔 我相信你們只是沒有遇到 克服你們的人 還沒聽過鐵板 對 那有沒有一句正能量的話 鼓勵其他女生 鼓勵其他女生 就我覺得 女生只要把自己照顧好 就是 就自然不怕會有不好的男生解禁 嗯